作为继服渐渐下水之后 备受瞩目的另一项果汁重气之一 到目前为止 依然还没有露面的轰-20 依然是比较神秘的存在 的确 作为我军未来空击战略 投送力量的精锐力量 除了航程能在先一轰-6系列的基础上 大幅度提高外 未来我们的轰-20 大概率会采用和 美国B-2系列一样的飞翼式隐身布局 不难看出 对于轰-20而言 该型战机具备的隐身化布局 确实能在一定程度上躲避敌方雷达 并对敌方发动战略和打击 但是 以目前的国际局势来看 尽管我们以及俄罗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 相对比较紧张 未来也或许有一定概率发生军事冲突 不过 发生那种在战略层面摧毁对手的 核战争概率还是非常之低的 所以 对于轰-20而言 他在未来一旦服役 承担的作战任务大概率 不会局限于空击战略和威慑这一块领域 他未来极大可能还会承担一些对于我国而言 比较重要的作战任务 当然 凭借着他具备的隐身优势 霍尔士在未来估计会承担我国目前最为重视的一项任务 那就是反舰作战 所以 为何说霍尔士相对比较适合执行反舰作战任务呢 首先 对于我国而言 以我们现在面临的国情局势来看 无论是在当前以及可见的未来 在广阔的大洋驰骋的美食航母 战斗群依然是我们需要面临的竞敌之一 毕竟美海军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以及配套的宙斯盾 系统依旧是这个世界综合战力最强的海上作战力量 而且想必大家也都知道 此类舰艇编队也是我们的最大假想敌 其拥有的全部综合作战力量 现在依然是要强于我们的 所以 现在仅仅依靠我们资深的海面舰艇 作战力量对于我们来说不太具备性价比 因此 我们就需要考虑如何用最小的代价来击溃这些在战时的来犯之敌 即便我们现在已经拥有了三艘航母还有多艘055大区 但是我们的海军总体实力还是和美海军有差距 这个客观事实我们依然不能忽视 所以 我们还需要在反舰这一领域加强我们部队的作战能力 而利用远程反舰导弹 巧无声息的利用超市去打击的方式击中敌对方VIP目标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极具性价比的 毕竟 如果我们能从防区之外 狙击掉敌方航母战斗群内的重要目标 并让其丧失战斗力 那么我们显然不用派遣我们的航母战斗群区和敌对方海军正面硬碰硬了 更何况就综合战斗力而言 美式航母战斗群的实力大家想必也知晓 所以前者的攻击方式非常凸显性价比 而对于轰20来说 它显然适合执行此种类型的作战任务 首先 相对于传统的战略轰炸机而言 由于未来轰20极大可能会拥有核武代基础在同一水平层面的隐身的气动外形 如果它需要在外执行任务 它被敌对方的侦测雷达发现的概率是非常之低的 适合执行一些隐蔽的突袭任务 这是连俄罗斯当前装备的图160战略轰炸机都不具备的优势 所以在战时 停戒着其航程优势以及隐身优势 如果未来我们的敌对方海军意图挑起地区军事冲突 一旦被我们的侦测雷达发现位置 而且距离我们相对较远的话 我们或许就可以在这种情况下低调地起飞我们的轰20 携带我们大型远程反舰导弹 对敌对方海军的重要舰艇来一次出其不意的特殊招待 当然 由于我们还拥有超高音速武器的研发优势 在未来 我们的轰20也不排除可以携带具备较远射程的大型空射型超高音速反舰导弹 来对敌军形成无法被防御的作战攻势 届时 一旦被我们的侦测雷达锁定位置 敌方的重要水面舰艇或许还没接近我国领海 就会被快速地失去战斗力 由此可见 凭借着隐身优势的加持 未来携带超高音速武器反舰武器的轰20 也可以成为我们常规军力的一致精锐的作战力量 而且还是主动出击型的那种 届时 凭借着此项难以被防御的作战优势 我们的轰20作战编队或许就会成为我们综合战力 以及战略威慑力不亚于航母编队的重要国防力量 我国想要引进盖轰炸机被俄罗斯拒绝 轰20的研制有多难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不出无名之事 如果军方搞不清楚具体要用轰20这类的心 轰炸机去炸水那么新轰炸机就是一个遥遥无期 但大家可以小兴奋一下的就是 其实中国做一架大型轰炸机并不难 建造一型大型轰炸机的所有技术储备我们都有的 如果有真正的需求 那么我们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设计 建造生产装备服役一型新的轰炸机 这个地球上能造原子弹的国家 能造核潜艇的国家不少 但能造战略轰炸机的却很少 轰20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为二有能力建造新一代战略轰炸机的国家 你说难不难 另一个能造的当然是美国 以前能造新一代大型战略轰炸机的是苏联 不是现在的俄罗斯 现在的俄罗斯能干的活只有翻新逆火 重开图160海盗其生产线 中国造轰20的办法是比较实际的 一步一步来 每一步都是为下一步做铺垫 中间的步骤一个不能跳 真以为国家干大项目是想到哪干到呢 那时严格认证了一万遍 按照先后顺序来的 先搞航母 再建运20 再从北斗1搞到北斗3 而且建20必须先搞定 不然拿啥去护航 以上问题都解决后 才会建造轰20 假设轰20属于隐形轰炸机 下图是2018年5月8日 中航工业委庆祝西非成立 60周年的一个宣传片结尾 从图上看飞翼的可能性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轰20本身属于高度机密 没有任何资料可参考 那么我们可以把眼光放到B2轰炸机身上 我们可以用B2类比一下 B2轰炸机1989年7月首飞 1997年4月服役 也就是说到现在已经首飞快30年了 在这30年里面还没有税拿出和B2对等的作品 就算俄罗斯的PAKDA也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所以你们说难不难 首先 中国对于大型军用飞机的研发经验是比较少的 轰炸机更是数十年来都是基于轰6K改改改而来的 越二是这样的200吨级军民通用型大型运输机的研制 也是为轰20的研制获得了更多的经验 特别是轰20这样的大型作战飞机普遍都是电船操纵的 气动布局上是进步安定的随控布局 而越二是在机体结构 电船操纵系统等方面的经验 可以为轰20提供帮助 但是这还只是最基础的 轰20如果是非常注重隐形的话 很大概率会效法美国的B2幽灵和B21突袭者一样采用大型飞翼布局 这种气动布局中国之前没有接触过 对其气动布局优劣点的掌握恐怕需要时间 比如飞翼布局隐形性能特别好 声速比高 结构重量轻 但是偏航性能差 需要用自动飞控系统纠正航向边差 而且由于飞翼布局飞机没有垂尾 转向需要用减速版来完成 而减速版方向多的独特设计 也是诺斯罗普公司的专利 如果真的像西飞给出的视频那样 轰20是类似于美国B2轰炸机的飞翼布局隐身轰炸机 那对中国航空工业来说是真的有难度 隐身技术随着歼20的研发成功 我国可以说是已经应用的炉火纯青 但是飞翼式布局飞行器却是刚刚起步 说难听一点就是以前空白 其实目前为止 飞翼式布局飞行器除了美国诺斯罗普公司之外 还没有任何一家能够成功设计并且投产 这家公司在这一块非常牛逼 除了世界最强B2幽灵之外 还为美国海军研制了X47B 是一款飞翼式布局的无人飞行器 目前已经在航母上成功起降 我国航空发动机一直落后于美欧等国 我国的航空发动机要想弯到超车 走在世界前列 必须要有技术创新 航空发动机的四大部分 进气风扇 涡轮增压器 核心机 尾喷管 在这些领域都要有所突破 在这四大部分中 进气风扇是相对比较简单的 受关注较少的部分 但也是更容易突破 出城机的部分 多向一面进气风扇 进气量相比目前所用进气风扇有显著增加 而作为空气为工作介质的机器 进气量增加也能增加航发的推力和推动比 新概念 风扇将是我国航空发动机取得突破的可能方向之一 目前美国已经开启了战略轰炸机的动态部署 所以这些轰炸机会不间断地前往海外基地进行部署 据了解 美国已经派出了四架B1B战略轰炸机前往第二岛链半岛安德森空军基地进行部署 前往第二岛链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的B1B战略轰炸机任务类型是相当明确的 B1B战略轰炸机会完成对于中国的威慑 根据日本航空自卫队在6月24日当天通报的一则消息显示 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J战斗机已经与美军的两架B1B战略轰炸机在琉球南部空域进行了联合行动 这样的联合行动是在6月22日当天进行的 可以看出在6月21日 解放军刚刚派出29架次军机前往台西南空域以及巴士海下一代空域进行战巡飞行 所以美国B1B战略轰炸机的出动叫板目的相当明确 在B1B战略轰炸机和日本航空自卫队的F15J战斗机进行联合行动之后 解放军也迅速做出了回应措施 解放军派出了三架轰-6轰炸机 采取挂实弹的方式前往了琉球附近空域进行战巡 给轰-6轰炸机已经在机翼下方进行了英机12反舰导弹实弹的挂载 而一架海军航空兵的轰-6J轰炸机就会进行四枚英机12反舰导弹的挂载 不过轰-6轰炸机目前并没有亮出最大挂载能力 因为轰-6轰炸机的最大挂载能力来看 轰-6轰炸机单词是可以完成六枚英机12反舰导弹的挂载的 轰-6轰炸机是当前解放军海空军部队唯一一款轰炸机 该型轰炸机的综合性能是无法与美军的战略轰炸机进行媲美的 若是中国可以更快地拿出轰-20轰炸机 那么也将会有更大的威慑力度 被外界猜测中国在未来必定会有一款名为轰-20的轰炸机诞生 而这款名为轰-20的轰炸机也将会与美国的B-2隐身轰炸机实力相当 具备远程飞行能力以及隐身能力 并且空军已经多次暗示轰-20的外形将会采取非意识布局 这种全新的轰炸机性能将会远远超越轰-6轰炸机 这种全新的轰炸机